本场比赛的主裁是来自中国香港语协的裁判员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在屏幕下方穿着红色运动服的是丹麦选手 现在发球的是彼得森 场上往前出现了一个大空灯 再来自中国的大空灯 三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在屏幕下方 三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在屏幕下方 三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在屏幕上 三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在屏幕下方 2-0 service over service over service over 3-2 service over 3-0 現在場上的比分是雙方打成3平 service over 4-3 宣伐 7-0 7-0 8-0 7-0 7-0 8-0 6 3 一把 走 刚才单半队两个人站位有一些轮转没有轮转好,但美国选手也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这球也是表现了丹麦这两名选手的特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比较强的个人能力,身材都比较高,后场下压都有一定威胁 在这个混双比赛,两个人打混双的时候,他们后场下压都能够给对手威胁 所以在女双比赛当中的后场的进攻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五,八 六,八 六,八 这球单半选手防的是不错,但是在强往反攻的这一下太着急了,其实对方的奥巴拿纳这个放网的质量很高 这球猪尔是早判断出对方要放网,也马上逼上去了,但是对方放的质量非常好 这个可以看出美国选手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心态非常放松 对胜负负担没有那么重 有多少水平呢,就能打出多少水平 在中美美地区美国在羽毛球这个项目上参加各种比赛,主要的对手是加拿大 包括他们的选手要想参加奥运会,包括今年的伦敦奥运会 也主要是要和加拿大选手来争夺名额 启运会的一个瞬间转数 加拿大选手 加拿大选手 在场上每分11比9 比德森和猪尔是领先两分 到了第一局的界限 这场比赛出现多拍还是不多的 但是只要形成多拍 丹麦队就能得分 他们是10拍以上的得分 丹麦是4分 美国队没有 所以只要是打到多拍 还是比德森和猪尔两个人 更熟练一些 在场上胸部更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5拍以下的得分 双方就一样都是4对4 所以比德森和猪尔 发接发上并没有什么优势 还是多拍的实力比较好 在欧美很多其他的职业项目 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还是排球 教练员利用计算机辅助统计来 指导队员的都是被普遍使用了 因为要说服队员 很多时候你只能靠数据说话 因为欧洲的欧美的球员 都非常有个性 不像我们国家的运动员 那么听话 但是我们看这个羽毛球比赛里面 包括欧美也没有人 没有哪位教练 有更多的数据统计来辅助 这也说明这个项目的发展呢 还停留在业余运动的阶段 在国际上 在欧美的这个比赛当中 现在中国羽毛球队呢 在这个科学训练方面 应该说走的还是不错的 除了教练员之外 一个是我们的教练员 现在这个团队都非常年轻 张宁 夏宣泽 张军 陈气球 这些年轻的教练员 走上了一线工作岗位 他们更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国家队 配备了非常强大的 这个辅助训练的团队 保障团队 科研教练 现在的队一呢 都不仅仅是大夫 队一 除了这个运动员的伤病 治疗之外 还有很多康复 理疗这些手段 都由这个 以队一为主 过去叫队一 这个保障团队来完成 同时呢 国家队也 非常重视 就是科研教练的作用 以及体能教练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 大家注意看新闻画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体能训练 的这个画面 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 也是中国羽毛球队 在体能训练这方面 越来越重视 中国运动员的伤病 一般都比较多 必须要重视 这个训练恢复 和体能训练 才能够减少 运动员的伤病 这个球 比特森发的很有经验 他有意地放慢了节奏 对方接发球的人呢 等不住 这个先移动了 他等对方动了之后 然后再把球发出去 但是被裁判判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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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那发接发环节 丹麦队呢 稍战优势 也就是五五开 和四五开的这个差别 战优势呢 就是你在通过发接发 前三拍或者前五拍之后 率先获得进攻的机会 这样就是通过发接发 占得了优势 如果发接发很被动的话呢 你几乎每一分球 都要从防守开始打起 这样是非常辛苦的 还是进攻是比较主动 双方打成16平 双方打成16平 这是个滚网球 美国队把比分反超 这比赛对丹麦队来说紧张起来了 第二场的单打失利呢 可以算在可以接受 因为双方都是年轻选手 看谁发挥的好 但是这一场双打是丹麦队必须要拿分的 17平 比特森发球 这球还是比特森在发球的时候 他有意的这个发球的节奏 拖得比较长 发球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你快发 有的时候可以让对方措手不及 但是慢发呢 有的时候也能让对方特别不舒服 这几分球都是比特森利用他的发球 利用节奏变化 好球 这球又发得很有质量 发在前面的中间 20比17局点 这球没有推过往前那个人 18 20 还是 比特森和朱尔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在关键分抓紧一下发接发 把比分拉开了 现在还是很有机会 迅速拿下第一局 但是比特森随后这两拍都是比较 19 20 随意处理的 这球又推的质量不高 等于送到了对方后场的人手里 对方后场拿第三拍直接点杀了一个直线 这球又是 朱尔和比特森两个人没有配合好 在内部出现空档 在拿到局点之后他们又有些放松了 又一次局点的机会 朱尔发球 这球发的不错 但是对方回了个滚网 看这球防守 顶起来 顶到后场 好球 朱尔的强网 漂亮 这球单败队两个人是凭借自己 这个防守的能力 对方当然两个小个 朱尔这个攻球的威胁也不大 连续顶住之后 朱尔挡网之后马上跟进去压网 形成了反击机会 而且比特森在后面也是坚持不起球 在没有杀球的机会情况下 反拍 放个对角往前 上方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стру glaub 服务 食物 脱 忌 词 工 合 饭 开 能买 能鸭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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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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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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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